这是立法院三读通过了国会改革法案 行政院方面不意外提出了复议案 洋洋洒洒提出了七点的理由 认定条文至爱难行交由总统何可 在野党团因此怒哄 这根本就是不分青红皂白造谣声势 呼吁行政院不要再践踏多数民意了 历经四天表决大战 才三读通过了国会改革法案 如今行政院却不服决议 洋洋洒洒列出七大理由 包括没有法条实质讨论 咨询总统违宪 听证调查权会无差别调查民众 甚至只以藐视国会定义不明等等 要对国会改革法案提出复议 抵触宪法的这个问题 以至于法律上至爱难行 我们只能提出复议 但真像行政院说的 法条都违宪烂权又没充分讨论吗 在党团怎么打脸 委员会的审查过程中 民进党提了40次的上会动议 韩院长召开至少4次以上的朝野协商 公厅会有办了两次 专案报告办了一次 这都是公开录影录影 程序完备 不分青红照白 造谣声势 有没有公开讨论 这关你行政院什么事 这个是我立法院的事情 政院提出复议后 还得经由总统何可 总统府也回应 会审慎评估再做妥事决定 但赖清德若同一复议 立法院得在15天内做成决议 势必又会再上演一场表决大政 请不要把这个当儿戏 不要践踏全国国人的名义 国会改革法案朝野大战 未了改革究竟何时能实现 全民都在等着看 借黄金时光好 SN小组台北报道 好但是现在呢 行政院决定就国会改革法案提出复议案 由于立法院在野党属于多数 这个复议案的表决恐怕是很难过关的 当然对于行政院后续是否要提出示线呢 这个是政务委员林明星6号这一天有说 这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哦 没有说复议就要加上视线 而且呢复议绝对不是要打架或是大吵一架 这是以前至今都有的宪政互动的运作 好另外呢我们再来看到 当然这个当时国会改革修法 引发朝野立委爆发冲突 而且有登上国际媒体的版面 场外呢也是有民团组织轻咬行动 走上街头抗议 但是民众到底清不清楚修法的内容 这是根据TVBS民调中心公布的民调显示在 是否清楚此次修法内容这一题上 我们来看到有多达64%的民众表示不清楚 好只有32%的民众表示清楚 另外再来看到 有41%的民众支持修法 但是其实不支持的民众也有35% 25%的人则是没有表示意见 如果进一步来看到交叉分析 就可以显示清楚修法内容的民众有55%是支持修法的 另外则是有43%不支持 好当然呢 这一回接下来在国会的运作到底是如何 立法院的国民党团总招傅昆奇被媒体报导说 先前有在中常会上表态 环岛高铁跟国六东夷是韩国瑜的愿望 因此呢被绿营操作成是甩锅给韩国瑜 想要借此来挑起韩富两个人之间的心结 不过呢 傅昆奇不甩绿营的操作 六号这一天依旧是应邀出席韩国瑜的参讯 而且还说自己跟韩国瑜是并肩作战的好兄弟 另外国民党立委柯志恩也帮甩锅说缓夹 同时他也曝光韩国瑜的愿望是希望给国人 一条更便捷的交通网络 花东交通三法有没有被傅昆奇甩锅 韩国瑜笑着说谢谢就亲切接待高雄来的访团 显然心情不受影响 韩国瑜行程满党六号中午再邀兰尾参讯 傅昆奇也到场 会觉得绿营在巧播你跟傅昆奇的关系吗 好谢谢 好兄弟在席间就坐在一块 对着镜头开心合照 看不出任何心结 从照片中就能看出又是一场温馨的家庭聚会 跟总交的互动 互动非常非常的好 像兄弟一样 对对对对 我觉得挑拨是没有意义的 事实上这次国民党是非常团结 一个团体里面不可能意见百分之百一致 但是在意见不一致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很好的相互沟通机制 意思也就是花东三法纵然来营内部意见不一 于是彼此相互沟通成了现在进行事 没有谁甩锅谁的问题 院长其实公开说 他希望给全台湾的人民一个最顺畅便捷的一个交通的一个网络 这是他的愿望 那至于是否怎么样把化约为所谓的花东三法 我觉得这个中间还是有一个很大的落差 需要做更进一步的厘清 院长只是表达他对于台湾人民希望有个顺畅的一个交通的一个环境 不只花东三法城挑拨工具 名嘴更指出韩国瑜江几城卢秀燕 已经煮好小窝韩姜卢结盟备战共同党主席之战 韩姜更去吃韩姜烤肉提前庆生 这一局也没有复婚期 委员长怎么看绿营这时候有韩姜卢的联盟 我只知道羊肉卢而已 我们不会有产畏机 我们丝毫我们不动 韩半野机的发声明强料没介入党魁之争 韩副两人不管是声明上或是行动上 要跟外界证明两人没有敏感关系 只有绿营刻意操作 借林俊峰全有台北报道 只不过我们来看到这个韩国瑜 最近几个月其实他的民调还不错 节节高升 甚至比国民党团的民调还要来得高 好立委牛许婷就分析了 韩国瑜其实力拼改变国会形象 主持议会的超然中立态度 也得到各界的肯定 党团民调未有起色 恐怕是跟国会改革期间 支持者陷入沉默螺旋有所关联 改参立员形象应该是他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 那他昨天来这样一趟 我认为对这事是有帮助的 也许政党的支持度没有显著的 我们刚刚讲一下民调 就是为什么国民党民众党的支持度 好像没有显著的成长 但韩院长的满意度很高 因为事实上社会大众都有认可 他确实是做到了超然独立 确实是做到了在维持一个 意识中立的这样一个角色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他个人能被凸显 而不会被政党的冲突所拖累 但是我觉得国民党跟民众党的支持度 没有提升倒也不纯然是因为 我们做的事情不得民心 反而是因为在最近这一段时间的氛围 在高张力对抗的一个情况之下 民进党是充分动员的嘛 他们连人都上街头了 所以他们是很亢奋 然后整个媒体是这样下去 去做宣传 所以他们的人是被动员起来的 在自治者的属性方面 民进党的行动力本来就比较强 所以在接民意调查表态的方面 他会比较踊跃 那相对来讲 国民党跟民众党的支持者 在这个当下是属于相对隐性的 承误了 他是陷入了沉默螺旋 所以这一来一往中间 你就会感觉好像没有什么 但事实上我们自己在选区 在走动的时候 其实很多人是帮我们加油打气 所以说你们做的事情对的事情 希望我们勇敢 希望我们坚持下去 所以你一选跑选区的时候 那个气氛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 所以基本上我们对于 这样子的一个决定 我们还算是有信心的 被法院三读通过了 国会改革相关的修法 虽然行政院提出了复议 而且法还没有被这个总统公布 尚未正式生效 但是从这几天 内阁官员在立法院的表现来看 似乎已经有所成效了 本来苏贞昌内阁培养出的 战狼世代也已经开始察言观色 表现是比较保守拘谨的 态度改变 让不少在党立委感受到 其实这个修法还是有效的 接下来我们就要听听看 这个是国民党立委徐巧新 他也是这么认为 徐巧新反问了 难道要官员在国会殿堂上 不说谎很难吗 而且他也开酸 难道要像王毅川 或是林志杰等人说的 可以在电视上乱讲 还要保障官员的说谎权吗 过去的官员 有的时候很狡诈 你问他A 他一直给你回答B 然后绕圈圈浪费 我们有限的这个质询时间 每一个人的质询时间 可能才四五分钟而已 浪费浪费 随便胡烂胡烂 那可能就结束了 可是我非常有感的是 不管是我自己的委员会 或者到我到外委员会 去质询的时候 现在的官员 他都比较愿意认真的 就问题来回答问题 这也代表藐视国会罪的这个建立 对于立法跟行政的这个互动 其他反而是会变得比较良好的 因为过去我们作为立法委员 当我发现你很明显在说谎的时候 那个冲突一爆 这个一触即发 两边就开始争吵 这其实没有意义 如果今天我们的官员 能够坦诚不会的将事实告诉我们 我们双边一起来解决问题 这才是人民希望看到的行政院跟立法院的关系嘛 所以我们的要求的重点只是官员不要说谎 这有很难吗 所以藐视国会罪 它是基于希望官员在质询时间 能够忠实的诚实的来做陈述 这个一点都不难 而且这是本来官员就应该要做到的事情 难道要像于北辰那么说 在电视上随便乱讲都没关系 那请问在国会随便乱讲也没关系吗 这是行政院希望的吗 所以行政院这一次提出复议 其实我觉得呢 我也蛮不能接受的 因为我们的要求很单纯 就是我们所有的背询官员都不应该说谎 都应该据实陈述 那这不是本来就是民众所期待的吗 既然行政院要因为这样提出复议 难道他们也认为林志杰他所说的 我们要保护官员有说谎的权利 这句话他们能够认同吗 所以我想复议的部分我们是没有问题 好这个国会改革法案一搜到行政院之后 不到一天的时间 行政院就火速通过了复议案 而且提出了七大理由 表示全部的条文都是挚爱难行火药味十足 尽管行政院长卓龙泰向来作风很平和 喊出朝野共生的同时 但是呢已经实际拿出了行动 展现柔软的身段 如今呢没有想到行政院急着提出复议 说没有求战的企图 其实在野党恐怕是没有人相信的 另外有网友发动了罢免国民党立委的行动 有点名多位可能被罢免的栏尾 当然这个立委罗志强就分析了 国会改革这一战 其实民进党方面不一定是占了上风 我不认为啦 我不认为说今天在国会改革这一战 实际上民进党是占上风的 你自己指望看是各个网络社群平台 代理上我所看到的数字 跟我所看到的一个平台的一个 那个声音的对比 我拿一个指标型 FB YouTube Tiktok就不用讲 基本上我觉得实际上批判民党的力道 还是非常强劲的 你像那个DQR跟那个PTT也是非常强劲 台湾就这几个平台嘛 还有哪些最多一个翠 连翠都不太一样 各位 翠现在不是绿翠吗 翠绿吗 翠是绿翠 没错 可是我最近对 最近常常常在翠上面混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以前你绝对看不到任何骂民进党 说民进党的那个贴文 底下会有人共鸣 然后按赞回应的 全部一面倒就是骂在野党 不是骂国民党就骂民众党 翠就是这样就纯绿 现在我跟你讲至少八二开七三开 是喔 有大概两成不一样 所以进去看得到不一样的声音 所以我跟大家讲说也不要被民进党吓到 连随民进党最大的山头翠这件事情 其实当然他们还是占绝对优势 这个不能否认 他占绝对优势 但是已经不叫做百分百优势了 在翠也有反抗军出现了 我就看到反民进党的贴文 看底下暗战破万 我就傻眼了 说翠怎么会有这种光景 民进党我跟各位讲 他们因为有国家机器 网军侧翼绿煤 五军齐出 府院党 府院党 监察院 还有大法官 再加网军 侧翼 绿煤 还有那个 还有什么 对 八军啦 简单算八入齐八 八入军 八入军 八入军全部冲上去 你不能瞧不起国家机器啊 国家机器创造声量来讲的话 基本上当然你会看见 好像他们有声量有起来 可是实际上的情况 我觉得未必是如此 太阳心全校克废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克废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废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 机能运行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废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心全校克废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废尔时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